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让婴儿哭闹 不为他喝奶 只给他一个奶嘴 他立马就安静了 有个可怕的计谋 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 1995年 美国的旧金山召开了一场由全球500位富豪和政治家组成的精英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使得底层平民不断地向上跨越 这完全不符合富豪阶层的利益 那么 怎么让穷人穷得安分守己呢 他们就出了一个坏主意 就是让穷人沉溺在消遣和娱乐产品当中 比如 游戏 电影 电视剧 烟酒等等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贫穷本身 而是那些难以察觉的诱惑 无形之中摧毁了你的意志 让你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废人 心安理得地接受穷苦的命运 奶头乐还有更狠的 比如 八卦新闻综艺 甚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政新闻等等 各种让人上瘾的东西接连出现 让底层人们在歌舞生平中失去了斗志 实际上 这些奶头乐的背后全是多巴胺陷阱 毁掉一个人的方式其实特别简单 天天给你放那些眼花缭乱的短视频 漂亮女孩哥哥的呐喊声 搅得你心花怒放 不断地分泌多巴胺 感觉舒爽无比 大脑不断地接受刺激 于是你就上瘾了 当穷人都沉迷在多巴胺的爽感中 那富人在干什么呢 在拟定计划追求内飞态 它产生的机制和多巴胺刚好相反 当人体经历痛苦之后 大脑会做出补偿 从而分泌内飞态 就好像在健身房一样 练得大汗淋漓 全身酸痛 但是你的脑垂体会分泌内飞态 会让你辛苦的同时也感觉很爽 让你在自我提升之后享受到巨大的满足 哈佛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从而发现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 越是底层人 越喜欢追求多巴胺 打麻将 玩游戏 看肥皂剧 吃各种垃圾食品 追求那种短暂的快乐 而上层人的社会却追求内飞态 他们热衷于自律的生活方式 锻炼 清淡饮食 给自己制定计划 去学习 去做一些具有挑战的事情 所以其实富豪们创造的奶头乐 不会伤害他们的后代 乔布斯不让自己的孩子用平板 周末就在家看书聊历史 推特的创始人也没有给孩子买平板 放学后就是在学习 各种各样的精英课程中度过 游戏设计师们的子女 根本不允许接触游戏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游戏机制 就是为了让玩家上瘾而专门设计的 人类之间天赋上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但是最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比人与狗的差距都大 大多数人都成了温水中的青蛙 你想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 靠的是长时间的自我锻炼 古神巴菲特成功的秘诀非常简单 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作息 不断地学习不停地分析财经信息 毫不松懈 健身一次不会给你带来六块腹肌 看一本书也不会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 但是每天坚持锻炼 一定会给你带来健硕的身体 坚持看一千本书 一定可以给你带来思想上的飞跃 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 人生的终极快乐一定是内飞泰给你的 所以你好好问问自己 究竟是想昏昏噩噩的过完一生 还是想享受人生的终极快乐 踏上巅峰 再一个小镇子